這麼厲害 對 他是誰 何許人也 我就一直在想像的畫面 一個老頭子半夜爬牆 垂涨下來 很怪 黑魔法 不行啦 嗨 嗨 我是變娜 怎樣 欸 你不是屬雞嗎 對啊 對啊 屬雞不能吃雞啦 真的假的 而且我記得 你不是容易皮膚過敏嗎 吃雞肉會讓你皮膚過敏更嚴重耶 蛤 真的假的 那 那我幫你吃啊 好 這 這什麼啊 大家啊 我是Jagoo老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竹之舞退情詩 我們今天抓來的是 Jan 嗨大家好 我是Jan 剛剛那隻雞腿滋味如何 真的太好吃 說服它果然是對的 真的是還蠻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竹之舞退情詩 竹之舞就靠著它的口才扭轉局勢 在開始之前跟大家說明 我們古文教室每次都會分享高中重要的課文文章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進入教室規則 規則1 你必須上完課答對所有的題目才算成功 規則2 答對一道題目可以讓一個燈熄滅 只有當桌上的燈全部熄滅 你才能夠離開 規則3 如果最後還是有紅燈存在的話 你就要完成我們的處罰才能夠離開 紅燈數量越多處罰難度越難 OK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課文 竹之舞退情詩它是選字左傳 左傳呢其實就是 左秋明為春秋所著的傳記 對這個還有印象嗎 有 那來講一下左秋明 左秋明呢相傳它是一位盲人使官 就是它看不見 那有人說它是一生出來就看不見 那也有人說它是出生之後一段時間看不見 但總歸來說就是它很神奇 它可以記錄那麼多歷史資料 可是它本身是看不見的 你是我的眼 在我領了四季的變幻 水 左秋明的年代呢 約莫斯跟孔子同期 或者是比孔子早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左秋明其實呢 它的出生年跟死亡年是不祥的 我們上網找資料是看不出來他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 我們從輪語當中孔子提到左秋明的片段 我們可以確認至少孔子活著的時候 左秋明已經存在了 所以約莫斯跟他同期或是更早 那孔子跟左秋明他們所生存的春秋時代 其實就是以孔子所 相傳孔子所住的春秋 這本書為名稱 所以春秋時代叫春秋 是因為孔子 那有聽過春秋筆法嗎 春秋筆法是那個為言大意嗎 對 為言大意 那什麼是為言大意呢 像是一個大事件 孔子他可能就用一句話五六個字講完 可是那五個五六個字裡面呢 有一兩個字裡面有好深刻好深刻的意思 畫中有畫的感覺 畫中有畫 而且還隱藏著價值判斷 他是用儒家的標準去做判斷 只有聰明人 然後也懂儒家道理的人才看得懂的那一種 有點密碼的感覺 像是 就是我們很喜歡舉例的 鄭伯克段於焉 鄭伯克段於焉 好 這句話就是為言大意 首先呢 鄭伯跟段的關係是 段是鄭伯的弟弟 可是呢 中間的那個動詞用了克 克通常是用在兩個不同的國家 互相的功課 為什麼哥哥打弟弟明明是內戰 為什麼要用克 因為弟弟他並沒有對哥哥行 像對哥 就是弟弟並沒有對哥哥行笑替的替 然後哥哥呢 也沒有進到哥哥的任務 所以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像兄弟 而且他們之間的內戰打起來 根本就是兩個國家在互打 所以孔子並不是用殺這個字 而是用克 所以這個動詞就代表著孔子有好聲好聲的含義在裡面 這就是我言大意 那可是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如果我們沒有去了解故事背景 我們根本就不懂孔子為什麼要這樣講 這個時候我們就非常需要左傳 那春秋的傳有三個 唯有左傳 它是屬於就是補充很多故事的 補充很多歷史資料 讓我們了解劇情 進而去理解孔子的價值判斷 所以左傳它同時具有 可以讓我們讀懂春秋的作用以外 因為它裡面的劇情是還蠻精彩的 所以它也具有文學價值 下列關於左秋名與左傳 正確的選項是 哪一個是對的 只有一個 我猜應該是 C吧 恭喜你答對了 對 那A錯在哪裡 生竹年不祥應該是對的 但是應該是 老師剛剛有說是孔子的同期或是更早 沒錯 那B哪裡錯 我是覺得那個年代的 世界各地遊歷有點困難啦 的確 尤其它又看不見 對 看不見 再來朱呢 朱 老師剛剛有提到 左傳有延續春秋的唯言大意 這個筆法 沒錯 所以 朱是錯的 沒錯 所以待會我們也可以進入課文之後來看哪裡唯言大意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課文 在魯西宮三十年的時候 靖國跟秦國他們用武力包圍正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以其無理於靖且惡於楚也 好 那個無理於靖惡於楚是什麼樣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當年 靖文公他還是公子從而的時候 也就是他即位之前 其實在各國逃亡 逃避追殺 那他有經過正國 可是他當時還沒有即位啊 所以國軍們都在想說 這個人有可能是未來的國軍 那也有可能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不一定要以理對待他 當年正國就是無視靖文公 正國就是無視靖文公 那這筆帳呢 從而就從他的小本本記下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惡於楚是什麼樣的狀況 當時呢 靖國跟楚國 他們發生了陳樸之戰 這個陳樸之戰其實呢 各大國家都有聯盟 那當時正國是跟楚國聯盟的 也就是跟敵人聯盟 那在靖國這裡有秦國 還有宋國其他國家 但秦國是比較大的 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那這個戰爭打完以後 楚國是輸了 輸了之後 靖國就要來懲罰一下正國了 為什麼 為什麼楚國說要打正國 因為就是棒打落水狗的小弟 就是你的大哥打輸我了 那你呢 你居然去跟他 OK 然後你之前都對我沒禮貌 也看不起我 那我就給你教訓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去包圍了正國 然後眼見就被包圍了 正國國軍心裡一定是很緊張 那如果你是正國國軍 你會怎麼辦 被春秋五霸兩霸給包圍喔 好假喔 應該去投靠大國啊 投靠大國 可是你之前就是跟了大國啊 那你現在要投靠誰 越厲害的越好 越厲害的 楚國其實原本是蠻厲害的啊 所以你有可能會想要去往外 找其他的國家來幫忙對不對 嗯 大部分會這樣想 如果是我也會這樣想 可是呢 正國裡面就有一個賢者 他叫一隻狐 一隻狐 一隻狐狸 不是就是 他的名字就叫一隻狐 那他就趕緊跑去跟正文公說 國家有危險 解法就是 你去找那個竹之舞那個老頭子 他可以 竹之舞他有辦法讓秦國的軍隊退回去 他可以退秦師 這麼厲害 對 他是誰 何許人也 這個 這個阿伯是誰 因為以前正文公根本就沒有用過他 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而且在國家有危難的這個情境底下 才突然聽到他的名字 那你這個時候你會選擇去找竹之舞 還是去聯繫楚國 還是找他試試看 對 那正文公是相信一隻狐了 他就去找竹之舞 那竹之舞的反應是什麼 他就說 唉 我年輕的時候不被重用 我現在老了更沒用 我沒有辦法 無能為力 像正國被包假無能為力 他拒絕了 如果你是正文公 竹之舞這樣回絕了 你會怎麼辦 極力說服他 所以你也會想要說服竹之舞 所以換句話說 你也是相信他做得到的 這個阿伯 生氣的阿伯 姑且一試囉 那麼正文公是相信竹之舞有這能力 那可是剛剛竹之舞不就拒絕了 你這個時候該怎麼說服他 那正文公的反應就是 唉唷 你年輕的時候沒有重用你呢 是我的疏忽 真的對你很抱歉 可是現在我們正國有危機 如果我們正國滅亡了 對你也不利阿 你覺得有沒有講到竹之舞的內心 有講到他的行李 而且他竟然低得下頭 對 其實我覺得關鍵在 正文公他有辦法低下頭 向竹之舞示弱 代表說他一定相信竹之舞是能救正國的人 對 如果覺得他真的只是一個路邊的阿伯 一個國軍會這樣對他低頭 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正文公做得很棒的地方 那正文公講完這些話之後 竹之舞的反應是什麼 答應了 竹之舞就答應了 而且夜墜而出 夜墜而出 什麼叫夜墜而出 我的理解是很像特務 然後要執行秘密任務 對 他就在半夜的時候 他就是從城門外面垂吊出城 然後出去了 去哪裡 你覺得 去找秦國 對 這邊沒有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半夜垂吊出去 偷偷摸摸的 為什麼要偷偷摸摸 不然他不是被兩國圍攻嗎 所以他要偷偷的出去城門 才不會被發現 被誰發現 被可能靖國跟秦國吧 所以不想被靖國跟秦國發現 然後他出去找秦國 那我的理解是 就是 一來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兩個理由 我也都認同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做戲給秦國看 我待會跟你說的那些話 是我偷偷跟你講的 比較像是 我個人的意思 而不是 國軍派我來跟你講 我覺得就是 一個人名義去跟秦國國軍講 會讓秦國國軍覺得 你跟我講得比較真心 如果是以國家名義來找我談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外交官想要說服 會有這樣的差別 好 那我們其實已經知道最後他有沒有成功 有嗎 還有成功退勤師了 好 他成功退勤師的其中一個秘訣就在這裡 我個人覺得就在這裡 偷偷來 對 這個就是 退勤師成功的秘密 隱藏在裡面的維言大意 那我們進入第二題 下列描述最符合春秋筆法的選項是 你看 嗯 這麼說來應該就是 夜墜而出了吧 哪一個 豬 夜墜而出 好 恭喜答對了 登 好 為什麼夜墜而出是春秋筆法 他就是隱含了維言然後又大意 對 就是他講他半夜爬出去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意思的 嗯 OK 那前面的一隻湖跟正伯說話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只是說話 那第二個呢 禁軍 禁國駐紮在韓陵 秦呢 駐紮在梵的南邊 這裡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白苗而已 那C呢 如果始祖之武建秦軍 那秦國的軍師一定退 這句話也沒有什麼文言大意 就是講得很明白 只有朱選項 夜墜而出裡面是隱含著一些意思 一直很 一直想像那個畫面對不對 對而且是半夜 他是不是要自己戴蠟燭之類的 或戴燈 我就一直在想像那個畫面 一個老頭子半夜爬牆 所以這樣下來 很怪 那我們接著講 竹之武到底是怎麼說服秦木工的呢 他用四大不利 四大不利 對 來說服秦木工 第一 他跟秦木工說 鄭國啊 如果被晉國吃掉 晉國不就更強 那晉國更強呢 對秦國不利 對 你覺得這理由你接受嗎 如果你是秦國的國 蠻合理的 蠻合理 第二 第二 如果你秦國 吸收我們鄭國 當作你們的小弟 那之後秦國 往晉國 往楚國交涉 中間有一個鄭國 可以作為你們的延續 作為東道主 我們在東邊幫你 跟其他國家交涉 所以滅掉鄭國 對你不利 第三 你還記得嗎 以前秦國就有幫過晉國了呀 那當時晉國承諾說 要把交跟俠 這兩座城石給你們 他給了嗎 他沒給 那現在你們 你跟他聯盟 他以後 還是這樣對你 對啊還是會這樣對你的啊 你確定要繼續跟他合作嗎 這就是班舊帳的部分 挑撥秦國跟晉國 結盟的決心 第四呢 像晉國這樣一直擴張領土 你有發現他一直在吃別的國家嗎 那現在 晉國吃掉了鄭國 你覺得 再來不就往昔進入秦國了嗎 下一個被子來的就是他了吧 對啊 所以 鄭國其實是 晉國跟秦國之間的緩衝 你怎麼可以讓鄭國 就這樣被晉國吃掉呢 好 這四大不利 你覺得有沒有都 真的是 切中要害 切中要害 如果你是秦木工 你接受嗎 會有點動心 那動心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 接受他的提議 所以主之舞必須要有點提議 他的提議就是 改跟我們結盟嗎 其實也符合你剛剛說的 要往外去尋求幫助 往外 對啊 就像你剛剛說的 要往外去尋求幫助 那他找的不是楚國 因為楚國 雖然是大國 楚國也活很久 可是楚國已經不能夠合作了 跟秦國合作比較OK 因為跟秦國合作又可以 削弱晉國的利器 然後 再加上諸之舞 可能對秦國了解也滿深的 對 所以呢 這四大不利 真的是 再再是講到 秦木工的內心 而且我覺得 足之舞還有厲害的地方在 他其實都是 從秦木工的角度出發的 對 他沒有一句話是從 然後擺出高姿態 然後想要去跟對方和平談籌碼 因為 鄭國沒有任何的籌碼 這個時候 唯有真的是站在 秦國國軍的立場 以一副好像是私人建議的方式 來告訴他 欸 偷偷跟你講 鄭國被晉國吃掉 對秦國有四大不利 你要小心 用這樣的角度去講 才有辦法成功 然後 真的是神扭轉欸 從 靖國跟秦國包夾正國 到 秦國跟正國結盟 那 秦國跟正國結盟的意思 是不是就代表他跟靖國 他 開幹 你說 開幹 應該是說他跟靖國就 他毀約 秦國就毀了靖國的約 那接下來會不會打起來 不知道 會不會一觸幾八 不知道 聽了這四大不利 秦目公很開心 然後就轉而去跟正國結盟 那 還留下三個大將給正國 來幫忙抵禦靖國 那靖國是不是傻眼貓咪 真的 說好的結盟呢 那 靖國的將軍指犯 很生氣 氣噗噗 他就跟靖文公說 我們打吧 請你給我 就是你 請你准我去打秦局 那 你猜靖文公反應什麼 好怕 你說靖文公很怕 是嗎 嗯 靖文公是跟他說不可以 不可以打秦軍 靖文公不是因為怕 嗯 而是他判斷是不可以打秦軍的 靖文公有三個理由 第一呢 如果沒有秦目公的幫忙 靖國是很難打贏楚國 然後再討伐正國的 那如果借用別人的力量之後 還打他 這樣的做法 不忍 不符合儒家的人 嗯 再來呢 第二個理由 現在 追打秦國跟他 不就代表要跟秦國鬧翻 對 雖然秦國先毀約 可是在這種時刻 跟秦國鬧翻的做法呢 失去了有嗎 不治 不仁也不治 對 甚至 第三 現在如果失禮跟秦國打起來 那原本春秋五霸的秩序 不就混亂了嗎 春秋五霸的秩序是怎樣 就是春秋有分裂好幾個國家 那五個霸王出來說要尊王朗義 啊 大家要一起尊敬周天子 那我們各個 各個大國 我們要展現出那種大國的態度 我們是君子 明明說好是君子的 可是呢 我們兩個就這樣子打起來了 這樣會造成整個春秋的局勢大混亂 這樣呢 不武 沒有武德 武德 所以靖文公不是年輕人 他講武德 後來呢 靖文公他也退軍了 鄭國就這樣子成功地存活下來 這個就是靠著一個神奇的老頭的 一張神奇的嘴 扭轉局勢的一種黑毛髮 那我們就進入到最後一題 多選題 好 全對才算對喔 我會讓你按掉的 好 下練哪些文具是在勸說其木工退軍的 要全部選到才算對 其木工退軍喔 對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林之后君之博野 我猜應該是A跟B吧 就A跟B嗎 對 好 恭喜你答錯了 嗯 好答案是 答案是 答案是 A B C E 喔 四個理由我都寫上去 許君交俠 喔 林之后君之博 他是第一個理由 嗯 第二個理由就是 我可以當東道主 幫助秦國行李之往來 共罰其困 君亦無所害 其實都有君啊 都站在你的立場講 然後第三呢 C 就是 他當年呢 答應你交跟俠這兩個層 可是現在呢 卻沒有給你 那一選相呢 靖國呢 他很貪心 他東風鎮之後 他會再往西去吃掉情 嗯 所以答案是 A B C E 那豬呢 是 靖文公的回答 因人之利而必之 不能 這個是不能的行為 所以答案就是 A B C E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讀完今天這課 有什麼想法嗎 說話技巧真的很重要 對 其實我覺得口才 他就是一個黑魔法 雙面刃 它 它其實可以扭轉局勢 但很多時候你黑魔法用太多 人家就覺得你是 符定 這是真的 對 我質疑他的 是不是真心的 對 人家就覺得你是恐怖的人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口才要用呢 要用在好的地方 對的地方 我覺得主要是出發點吧 對 我覺得出發點要是好的 那你就可以用黑魔法 那如果出發點不好 你就是 伏地魔了 呵 除了古文教室之外呢 我們每週二 早上七點還有早安單自成 週一晚上七點 則是晚間數報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 那我們今天的處罰就是 要來考驗你的口才啦 你就要怎麼考驗 口才可以怎麼考驗 呵呵呵 導演說 要請你吹氣球啦 我超不會吹氣球 還是你想要現場 哪一段beatbox 你還要我幫你掰嗎 你是不是覺得 我什麼都可以幫你掰 氣球呢 就是一個非常 考驗口才的東西 你吹得好呢 它就是一顆大的氣球 你吹不好呢 它就爆炸 所以 就是一個 考驗口才的黑魔法 那就麻煩你啦 我超不會吹氣球 是黑魔法 啊 不行啦 哈哈哈 我真的要來看 你會不會吹氣球 你會不會吹氣球 你會不會吹氣球